2023年人们为什么搬到卡尔加里? 当大多数人想到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时,脑海中浮现出卡尔加里市的景象。 虽然每年7月卡尔加里都会热闹非凡,但卡尔加里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东西可供选择。 毕竟,卡尔加里在2022年被评为世界第三宜居城市是有原因的,只要问问160多万卡尔加里人对他们城市的热爱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喜欢住在那里。 一,人们搬到卡尔加里,因为那里的环境非常壮观,生活在洛基山脉的山路。 两条河流交汇,听起来就像童话故事的背景。 当你住在卡尔加里时,你只需45分钟就可以在洛基山脉滑雪。 距离美国边境或加拿大冰川国家公园有三小时车程,你还靠近500多个公园,保护区,远足和自行车道。 二,卡尔加里热烈欢迎各种新人。 作为阿尔伯塔省最大的城市,卡尔加里提供了一个温暖、热情的社区氛围。 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到卡尔加里,它是加拿大第三大多样化的主要城市。 有这么多政府项目帮助新来者定居,难怪这里会说120多种语言。 三,享受温和的温度和超过330天的阳光。 卡尔加里每年平均日照333天,包括加拿大大冬天。 此外,由于卡尔加里其努克斯,气温温和。 这种地区特有的暖风可以在几小时内使气温升高15度。 四,人们搬到卡尔加里是为了低生活成本。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生活成本第二低的城市。 省税,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全国最低的城市之一。 此外,这是加拿大唯一一个没有销售税的省份,只有5%的GST。 阿尔伯塔省的小企业只需缴纳2%的税。 个人收入高达134238美元的税率仅为10%,远低于其他省份。 对于卡尔加里人来说,还有更多的好消息。 2022年,独立住宅的平均成本为57万美元。 租房也很实惠。 2023年2月,市中心一居市公寓的平均租金为1804美元。 五,搬到卡尔加里可以帮助你的事业腾飞。 这里有大量的就业机会。 118家公司总部位于卡尔加里,令人印象深刻。 此外,卡尔加里拥有全加拿大最高的人均收入。 关键增长部门包括航空航天、能源、数字媒体、农业、生命科学、技术和金融服务。 六,卡尔加里是一个养育家庭的好地方。 卡尔加里人的平均年龄趋于年轻大约37岁。 也许这是由于巨大的职业机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。 但人们选择搬到卡尔加里还有其他原因。 首先,这座城市连续被评为世界上最清洁、最健康的城市之一。 第二,有大量的居住区域可供选择。 只需缩小一个理想的区域。 然后探索街区,看看哪一个最符合你的需求。 七,喜欢走路吗? 你会爱上这座相连的城市。 卡尔加里市中心核心区有一个超过15条高价人行道的网络。 跨度达16公里,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系统。 这条空中步道横川市中心。 连接130多座市中心建筑,因此您可以通勤上班。 江东一留在家中,卡尔加里全年都有丰富的文化。 无论你是喜欢音乐和艺术、美食还是啤酒。 电影还是一场不错的老牛仔竞技。 这座城市都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。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新的活动。